很简单的意思 绝对不是要讲求这个营养那个营养 营养出一身的毛病出来 哪些大夫大贵人家不讲求营养啊 怕自己对营养知识和不够 专门请营养师天天给他厨房调配 他还是一身病啊 还是不健康啊 这个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调查一下 你应该觉悟啊 那个营养是骗人的啊 是假的啊 我们看看中国农村 中国开放之后被外国人发现了 美国就派专家去调查了 中国农村里面那么样的贫困 长寿人很多 都是喝到八九十一百多岁的 所以他们就调查 调查不出原因了 看他们饮食其余 这个生活环境 决定大不到外国卫生的那个标准 饮食营养更谈不上 他长寿 当然了我们小的他们不知道啊 他为什么长寿呢 过去生中修 无微不实的阴霸 所以他在长寿 与那个饮食不相干啊 那么现在这一生他有注云 他头脑很简单 每一天 日出而足 日入而息 他什么妄想都没有 人长寿 那么现在的社会 思想太复杂了 妄念太多了 减少寿命 容易得癌症的原因 所以最健康的饮食 是最简单的饮食 有人说 天天吃一样东西 没有营养啊 那个牛羊天天吃青草啊 他怎么长得那么肥 那么庄呢 火深深地摆在我们面前 你为什么会觉悟呢 天天吃一样东西 你看人家那么健康 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 李老师的生活很简单 一天吃一餐 天天吃一样的 吃了几十年 他身体健康啊 他没有生过病啊 九十五岁 还不需要人照顾他 他还自己烧饭 自己洗衣服 你问他有什么营养 你看他吃的东西 我们看见一摇头 没有营养 天天吃一样的 青菜豆腐 这有理论 有四十 我过去在台中 五年 一天吃一餐 我吃什么呢 也是青菜 我喜欢吃面 因为煮面很容易啊 我烧一餐饭的时候 十分钟啊 水一开了 面条放下去 几片菜叶 丢到里面 好心跳 锅盖盖上 焖五分钟 就熟透了 这马上就吃了 十分钟啊 我那个锅是带把子的 碗也是它 锅也是它 你是多简单 洗一下了 碗锅都洗好了 我那样的生活 过了五年啊 也很健康啊 因为有毛病啊 精神体力都很好啊 所以一听着啊 满脑袋 讲求养分的 决定养出一身病出来 死的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死 你可怜不可怜